真相大白,王曼玉输球原因揭露,孙颖沙全胜,马林世界杯策略调整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万众瞩目的乒乓球混合团体世界杯比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经过小组赛选拔,八强已全部诞生 A组中中国和瑞典晋级八强,而波多黎各和中国香港则出局 B组中德国和斯洛伐克晋级八强,葡萄牙和埃及则被淘汰 C组中日本和法国晋级八强,罗马尼亚美国和澳大利亚出局 D组中韩国和中国台北晋级八强,新加坡加拿大和印度则无缘晋级 接下来的八强进行队内巡回比赛 之前的小组赛对阵过的对手将不再重复交分 但比赛成绩将继续叠加,直到巡回赛结束 夺得胜场最多的球队将获得冠军 尽管八强赛没有淘汰赛,但一些球迷认为每场比赛的胜负都非常重要 对于中国平方球队来说,每场比赛都应该像决赛那样重视对待 小组赛结束后,中国平方球队的八大主力都上场比赛了 目睹直播的球迷们都知道,只有王满玉输球了 在女单比赛中,王满玉以1比2输给了迪亚兹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一些球迷批评王满玉打球变化太少 还有球迷指责马林指导不到位 经常看球的朋友都知道,王满玉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仅次于孙锦莎 然而与孙锦莎相比,王满玉似乎在比赛中缺乏一些灵气 同时王满玉性格内敛,打球风格相对保守 与孙锦莎的左右开攻相比,王满玉更多的采用防守代攻的方式 许多球迷认为王满玉应该打得更加强势 比赛中不能一味的防守,毕竟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他们认为王满玉应该向孙锦莎学习 孙锦莎非常善于思考,通过发球节奏和弱点来调动对手 一旦机会出现,孙锦莎果断出击,让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王满玉本次世界杯输给迪亚兹 一方面是因为备战准备不充分 王满玉的状态并不激动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迪亚兹实力不俗 他作为女性运动员代表进行宣誓 已经足以显示亚足联对他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迪亚兹不久前输给了早田希娜 而王满玉在伤病的情况下熊霸早田希娜 赛前很多球迷都看好王满玉在女单比赛中能够战胜迪亚兹 可惜最终结果是1比2输球 相反,单打比赛中出场的孙颖莎和陈闷都取得了胜利 尤其是孙颖莎在小组赛中出战了4场,全部取得了大胜 孙颖莎的比赛令许多球迷放心 而王满玉的稳定性还需要提高 同时接下来的八强巡回赛中 相信马林会再次进行战术调整 有球迷认为是否应该给王满玉安排一些实力较弱的球员练练手 因为王满玉的性格较为内敛 他成长的家庭环境也造就了他相对缺乏自信 因此需要更多的鼓励 一些球迷认为王满玉更适合在攻坚过程中扮演突击队员的角色 而不适合成为统帅全金的指挥官 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许多球迷都在热议能代表中国乒乓球队出战 到底是谁 孙影沙在女单比赛中可以说已经锁定了一席之地 目前王满玉以世界排名第二的成绩领先陈梦王毅迪等人 尽管王满玉在本次世界杯中遭遇输球 并被球迷批评不适合单打比赛 但实际上是否具备良好的稳定性将决定中国女队是否能够稳定夺得金牌 孙影沙的实力非常强大 但他也许有实力的队友 陈梦年纪较大 王毅迪无法克服早前吸纳这道看 而宽曼等年轻小将还需要成长 不论是从年龄还是实力来看 王满玉都是苏影沙最适合的助手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